回来东森财经新闻 我们带您直集台湾医疗科技展 这次有哪些最新亮点呢 今年有五百五十个机构 还有一百五十个新创团队来参展 他们就利用AI的医疗技术 这次端出了不少最新的医疗科技 从医院到个人甚至居家都看得到 机器人举起双手 左边消毒手部 右边清洁环境 医疗展不止卖萌 还有更多黑科技 带上这个机器手臂之后 我的右手完全没有失力 但它会听命于我的左手 像我现在比7 它就会跟着我比7 就连桌上这个很重的水平 只要对好位置之后 其实我左手一握 右手就能跟着轻松拿起来 这是要用来帮助中风患者做附件使用 另外这台可厉害了 人们不愉快 看面就知道 像是我现在皱着眉头 疼痛指数就来到9 不过如果给它一个微笑 马上就降到0 这个AI的系统 主要就是用来检测你的疼痛指数 还有一些生理的数值 用在急诊室来协助护理师 为病人安排治疗的先后顺序 AI不只会看脸色 还有读心术 你看我像在玩游戏 其实是在检测压力 像这样超出实际年龄太多 就不合格 而走路姿势 有没有正确 同样能揪出来 很明显看到 它左脚的势力比右脚还要高 因为它刚好做了 右脚的髋关节手术 所以它不敢把右脚用力下去 如果它附件的比较好 它双脚应该很平均的视力比例 姿势不良能调整 但如果是骨骼检测 就要靠着抬 假像这样把手伸进去 经由X光照射一秒之后 我手部的骨骼照片 还有一些资料分析 都会同步上传到医生的电脑里面去 而且它是经由AI来做判断 所以原本人工判读要花5到7分钟 但是现在一秒钟就能同步完成 展场甚至端出最新细胞治疗技术 造福不少癌末病患 用自己的细胞去拯救自己的癌症 所以它的 因为自己就不会排斥 那我们就把那个 恢复功能的细胞再打回去 这个就是自己的细胞 可以救自己的癌症 但身体健康还是预防剩余治疗 现在超音波检测 也能做到迷你的无限手持大小 就要让医疗检测更省力 东西台湾新闻科华明洪佩宇 在台北的采访报道